伴随着悠扬舒缓的旋律 脚蹬高筒马靴的骑手 驾驭着骏马 完成一连串优雅的动作 好似翩翩起舞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 马术芭蕾的盛装舞步 7月24号 记者在石家庄的一家马术训练基地 见到了正在备战 2021年全运会的骑手温明 1980年出生的温明 是河北马术盛装舞不对的主力骑手 他从2008年开始接触马术运动 马术在中国是一项小众运动 刚开始选择马术的时候 温明并不被看好 甚至遇到了一些阻力 但是凭着一份勤奋与执着 温明进步很快 他不断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2016年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匹爱马 这就是安娜贝拉 这是我第一匹从德国买回来的马 也就是现在我的比赛马 它是我在16年的时候 从德国PSI公司买的 当时我赚了大概欧洲 整个十几家马场 试了七八十匹马 最终决定把它带回中国 那他组上的几代都是胜装舞步马 胜装舞步比赛看似优雅 但是训练起来非常辛苦 而且有一定的危险 2014年 温明在一次训练中坠马 造成整个左肩骨折 那次意外让他休息了三个月 温明说马是有灵性的动物 作为一个专业骑手 最重要的是在训练中 能与自己的马保持亲密关系 时刻能读懂马的情绪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都要观察他的饮食起居 包括我们每天早晨会去马房 看一看他的粪便的状况 然后以及一些他的精神状态 训练过程当中也要感受他的 其实就是喜怒哀乐 感受他的高兴 感受他的不高兴 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他的今天的状态 来调整我们的训练计划 跟内容 马术运动最高境界 肯定是人马合一 两心合一 然后是两个生命 在共同配合完成一个难度的比赛 据温明介绍 他现在每天要训练四个小时 训练内容包括节奏训练 柔软度训练 技巧训练等 马皮每天训练完后 还要进行冰敷 烤灯 洗澡等保养工作 希望马术这项运动 圣装舞步这项运动 可以在我们省 得到一个很好的普及 我们也肩负着这样的一个任务 我认为可以把马术运动 带到更多的家庭当中 让更多的小朋友 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当然我个人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全国比赛当中 有更好的成绩 如果能夺牌 那当然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快事